印度Delta变异病毒已经一步一步入侵台湾社区 但现在向国外购买的COVID-19疫苗迟迟不到过 国产疫苗上市又遥遥无期 在目前国内疫苗施打涵盖率只有8.04%的情况下 究竟要等到何时才能够顺利解封 盘点现在疫情指挥中心手上看得见的疫苗 只有712.6万剂 但光是10类高风险的有限接种对象 预估就有1492.4万人 这也代表这一半的人有机会打到疫苗 是否要等到这10类接种族群都打完第一剂疫苗后 才有可能解封 卫福部传染病防治医疗网北区指挥官黄玉成就指出 如果社区能控制一周只剩两期以下的不明感染人群聚 事实上就算达到解封条件 即使疫苗涵盖率还没达到6成5 不过黄玉成也强调 想要现在社区清零恐怕还是没这么容易 我们现在的社区要达到三个 找不到的因素其实蛮容易的 所以现在目前一定是没办法解封 在社区有散播的情况下 只要你一停止下来 我相信那个数字又会上去 如果跟这些打完 是不是就一定就可以解封 我也不敢确定 那些人群聚典免疫那些的问题 就跟那个传染力 一个人会传染几个人 我们其实一直在讲的R0值 现在就可以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管你要打到多少程度 我们的一些防疫措施 还是要才能够再把它 用非疫苗的方式把它降低下来 才有办法可以打到解封的程度 外方医院感染科主任李文生则认为 由于印度Delta病毒株 已经出现在国内 经过国外研究 至少要达到第二剂的疫苗 才有足够保护力防范病毒 因此他认为 国内至少要有30%的人 打完两剂的疫苗 才有办法解封 认为台湾可以参考加拿大 先购买第三剂秋冬加强型疫苗 或是购买二代疫苗来抽钱部署 至于根据指挥中心 6月21日公布 疫苗接种对象中 19到64岁有高风险疾病者 或是罕见疾病和重大伤病的患者 被归类到第9类斥打对象 比50到64岁成人的接种顺序 还要更前面 黄韵诚也解释 主要是因为第9类接种对象 经过国内研究发现重症个案偏高 属于免疫力较差的族群 因此经过专家讨论后 让这些族群优先于健康长者施打 不过如果50到64岁的成人 有重大伤病 也可以挪到第9类来优先接种